他几岁啊?结婚啊? 他31岁了 他都有小孩了 你看看可怜嘛 像小孩子一样 他之前不是这个样子 很花不花可爱的 他现在讲话口齿不轻 我告诉你 我先把重要的告诉你 他以后自己的孩子 也会有问题的 他的孩子啊 以后也会有这种问题的 我听得懂 我看看为什么啊 本人师父 麻烦了 哎呦 他上次生这个病的时候 差点死掉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知道 要把他带走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是天上 小仙女逃下来的 你知道吗 好了 还要讲吗 所以很多事情 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 真的 我跟你说的 一个人啊 在哪里都要守规矩 在天上要守天规 在人间要守法律 在地府要守地律 不要乱来 乱来一定会出事的 他乱来啊 逃下来啊 你看看 叫他不能动了 要带走他的 请问师父 他 像现在这个事情 只有靠菩萨了 这个事情要 惊动天庭的 像他要留下来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很难的 要把他带走 上次就要把他带走了 他不应该生孩子的 逃下来的 我问你 他是不是小时候 长得漂亮得不得了啊 是 鼓掌 人见人爱 人家都喊他小公主 看见吗 对 我们老家人都叫他小 见他都喊小公主 小公主 小什么 喊他小公主 他长得很白 特别漂亮 人家都叫他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是啊 刚刚听到一个小花狗 小花狗子 那白雪公主 跟小花狗 插得太远了吧 对不对啊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天上下来了 太好看的人 我告诉你 不修心活不长的 很多都是天上下来的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好好念经吧 这个孩子要 现在要 要现在开始要 要要要 要 要停掉一切欲望了 就是不能再有盈遇了 否则们就准备走了 现在要给他 念多少种小房子 要放多少条鱼 请师父开始 好好念了 没办法 我告诉你 如果你 如果你 不许大愿 如果你不在菩萨面前 大忏悔 我告诉你 他 还有两年半 一个节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我只能 我只能